每一份的力量都是你前进的动力 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还记得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成为一个能够贡献社会的人 成为一个帮助他人的人 校长眼中唐宇田尽孝道又用功 一举考取了六间国立大学 不过背后的辛苦听了令人鼻酸 家境比较不好 他高三下的运气就比较不好 对 因为刚好爸爸也走 对 所以他的整个 原本以为会平步轻云 因为想说来我们班 然后成绩也都有开始进步了 那结果因为爸爸的关系 所以他好像又 再加上一直有点消沉 所以一度想要放弃 金融高中三年级唐宇田同学 家境贫穷 家里没有洗衣机 还曾经没钱叫瓦斯 洗了三个月的冷水澡 为了省钱 一天只吃一餐 他与开机车的爸爸相依为命 但就在学测前 爸爸罹患了癌症 住进了贾湖病房 他努力念书存到奖学金 还不够付医药费 爸爸最后走了 才高三的他 痛思唯一的依靠 终于不负所望 考上了国立大学 成了爸爸的骄傲 爸爸就很突然 然后我也不太 就是文色有科 我准备学测 然后说 我就是答应好他 我要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然后我就回学校 去念书 因为不然我也 能顾他的时间有限 然后再过来 隔天 真的就是隔天 然后爸爸那时候就昏迷 然后就这样进SQ 然后也是那个啦 因为疫情嘛 然后家户病房那些的 其实他们也不开放坦诗 你只能就打电话过去问 然后问了才知道 今天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觉得说 他这种小虫会不会做不好 可是 我们想到大家会 努力的支援他 他现在有好成绩 然后同时他现在看起来 跟之前放榜前是 没有笑容 到现在是有笑容差很多 我觉得这个对他实在说 是个成长跟肯定啊 因为他原本就是 没有自信的孩子 所以现在 感觉说 现在有很多的力量 在他身上 我觉得他的未来 应该会非常好 新闻媒体曝光之后 这两天 全台超过六所大学 纷纷寄出了奖学金抢人 唐宇田的兴趣 是资讯相关科系 但他很感谢各大学 提供的协助和关心 大家好 然后我最近过得很好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 鼓励与支持 然后因为其实最近 发生的事情有很多 那我会再更慎重考虑 就是选择大学的事情 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就是这样对我的关心 然后我也继续努力下去 谢谢 国立基隆高中的脸书 涌入很多民众加油的心声 唐宇田亲自发文 并且引用了周杰伦的歌 《道香里》的一句 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感谢大家 请大家不要再捐款的贴文 感恩的心让大家都很感动 短短一天就有四千多人按赞 建武版人留言替他加油打气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道